每年春天 成千上万的海鸟们 从南方回迁至此 长途跋涉 令它们鸡肠碌碌 现在 它们要在这里放开肚子 好好饱餐一顿 一早冬日的寒冷 与疲惫 辽东湾 地处渤海海域北部 作为中国内海渤海的一部分 它的四周环绕着我国 华北 东北陆地 这里的洋流因而平缓而微弱 平静的海域 成为绝佳的天然海洋生物孵化场 长途奔波的海鸟们 将这片水域选作迁徙之路上 重要的补给站 清晨 第一缕阳光尚未照耀在海面上 港口的渔船们 已经比太阳更早地开始了新的一天 然而在这里 追随潮汐的规律来获取食物 可不是人类的专利 上下起舞的鸟浪 是迁徙至此的海鸟们 组成的巨大方阵 红嘴鸟 黑嘴鸟 和银鸟们 可不会错过海潮 给予他们的天然的馈赠 正因如此 鸟浪也成为辽东湾的一道 独特的风景线 每天清晨浪潮退却的时候 凹凸不平的滩涂湿地上 布满了海浪来不及带走的鱼虾和贝类 海鸟们可不会白白浪费 这天赐的美餐 他们随着海岸线潮落的节奏 同居住于此的渔民们 一起赶海 眼前这些小家伙们 正在海浪中 寻觅着自己的早餐 长而尖锐的绘布 是绝佳的餐具 令它们可以轻易享用到 柔嫩鲜美的贝类 也可以灵巧地捕捉到 海浪中一闪而过的小鱼小虾 这只雄性黑嘴鸥 在退潮后的滩涂地上 找到了美味的食物 但是它的食物可不是给自己享用的 它将食物存在塑囊中 发出了求偶的叫声 一支磁鸥被吸引而来 它将自己的食物吐出来 以此作为求偶的仪式 磁鸥接受了这份大礼 同其他海鸟一样 银鸥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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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鸥�鸥鸥�鸥鸥鸥�鸥�鸥��� 最有的奇妙景象 朝阳照在海面上 清晨的波涛 不仅仅是他们的餐桌 更成为了他们的爱巢 辽东湾这所豪华餐厅 会慷慨地满足 每一位饥饿的顾客 在这里 他们追寻着浪潮的节奏 享受着大自然给予的慷慨馈赠